子豐的形犯改编 那讲述了一对青年异地恋人 在假期当中双向奔赴 却又不断地擦肩而过 故事呢 竟云含了声音的旷位 又表现了爱情的虚实 我们看到其实在这部影片当中 像导演监制 包括我们的总制片人张宇 都是我们的金牌主创 也是满过奖项无数 子豐呢也是刚刚凭借 我的姐姐摘得了 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的 优秀表演员奖 所以非常期待这部影片 会成样的方式 和大家见面 子豐开到这边 右边子豐这里 中间 子豐开到这边 我们中间 一起跟中间 一二三 中间 谢谢 谢谢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踏上红毯的 这是宝女平安静 宝女平安静 感谢观看